今天這支焦點是陳水扁撂下一句話說 2012年的時候誰敢不要阿扁們的選票 不過這句話今天在立法院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現場情況連線給記者黃安琴 各位觀眾 早日帶起來關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陳水扁雖然人在監獄中 但是依舊不改他的個性 他非常的自大 而且非常的自信 他特別強調他前兩天 昨天的時候他特別落話說 他就覺得說民進黨在2012年的時候 不管是誰代表民進黨出來參選總統 他就不相信說誰敢公開說不要那些阿扁們的選票 所以這件事情今天邱毅就聽了很不舒服 他就特別強調說 他說這個當初這所謂的扁阿扁們的選票 根本就是跟著陳水扁吃香喝辣的人 我們聽他收到訪問 陳水扁真的是 恬不知恥 無恥到已經讓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自己貪污這麼嚴重的犯罪的行為 東窗事發 現在還窩在台北看守所裡面 他在妄想他對台灣的政治還有多大的翻雲覆雨的能力 第二個 陳水扁心裡當然血量 民進黨是一個墮落的政黨 因為民進黨是墮落的政黨 所以民進黨還會與他合流阿 所以他才有那麼那麼有信心 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有很多的陳水扁們 什麼叫陳水扁們 就是過去八年來跟陳水扁一起吃香喝辣 一起貪污 一起貪贓王法的那批人 那批人現在還有很多人側身了 廁所的廁 廁身在民進黨中央裡面 這一不就是陳水扁們嗎 什麼叫陳水扁們 我想陳水扁要定義的更清楚 我替他定義好了 就是跟著陳水扁八年來一起翻雲覆雨 一起吃香喝辣 一起貪贓王法 一起掏空台灣的人嗎 這就是陳水扁們嘛